六花生活空間都是啟德區的重點 而其中一個打卡點 就是我身後的啟德車站廣場公園 啟德車站廣場公園位於啟德站上蓋 是全港唯一地標性設計的車站廣場 全長1200米 這裡有主題花園、健身設備等康樂設施 面積有3.5公頃大 而且這裡還可以帶寵物進來 帶寵物在公園的露天廣場和大草坪 一起野餐都可以 走遠一點就到啟德大道公園 位於啟德車站廣場附近 兒童遊樂場絕對是小朋友放電之算 這裡有六人千秋、承索橋、滑梯等 還有籃球場和健身原地 而且還有花營燈裝置 夜晚在這裡散步別有一番風景 有三分一的空間規劃做綠化空間 在跑道區還有空中花園和跑道公園 啟德空中花園,前身就是機場跑道 佔地2公頃,總共有3個架空廣場 包括花園廣場、秤泉廣場和草地廣場 而設計上融入很多舊機場的元素 例如花園的兩個數字 十三和三十一就是象徵機場跑道兩邊 用來識別方向的一三跑道和三一跑道的標記 圓景台的形狀都是模仿飛機身和機翼 走到盡頭我們就會去到跑道公園 草地旁邊有一條啟德歷史軸 展示啟德機場的歷史演變 而且這裏都可以帶寵物進來 又有大型飛機模型可以給大家打卡 帶狗仔來拍照 一定騙到好多like 講交通,自從屯馬線開通後 可以由啟德直達屯門和護溪沙 想步行去新蒲崗都很方便 有什麼疑問就不妨留言跟我說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還有最緊要就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bye bye